近期会出现皮肤搔痒的人 如果我们先排除内科的因素 基因的前置问题 或是皮肤本身的病变 那如果说你还是有 比较莫名的皮肤会搔痒的状况 那你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乳液 或者是乳霜 然后在你洗好澡 皮肤已经洗干净 但是还是在湿润的状态 把这个乳液或是乳霜 擦在你的皮肤上 在你会觉得搔痒的位置 可以加重一点 然后过了比如说10秒 15秒之后 你再用清水把它冲洗掉 在冬天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比较想要用 温热一点的水洗澡 但是温热的水 会比较容易带走皮肤表面的油脂 皮肤表面的油脂 其实是为了保护皮肤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我这些搔痒的状况 在洗完澡之后 好像会变得比较严重一点 可是我们洗完澡通常都是 晚上要休息了 要睡觉之前洗澡 所以有可能会觉得说 会影响到睡眠 或是不太好能入睡的状况 所以说 这样子的方法 就很像你把头皮洗好 头发洗干净之后 你去上润发乳 或是护发素的那样子的类似 所以你在洗好澡皮肤是干净的状态 可是还是湿润的状态 把你这个喜欢的乳液或是乳霜 擦在皮肤上 在你会觉得烧痒的地方 加重一点 就是涂厚一点 然后停留10到15秒之后 你再用清水把它冲洗掉 冲洗掉的时候 你不用再使用 比如说沐浴乳或是肥皂 做清洗 因为这个乳液其实是 你平常皮肤就已经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你不用把它冲洗得很干净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自己在很严重的时候 其实是在秋天开始之前 就已经有很大片的 就是整个大腿后方都有很严重的烧痒的症状 皮肤痒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比较担心是你会想要去抓它 因为如果你会想要去抓它的话 它有可能会造成后面的破皮还有伤口 这个部分可能是比较不容易去保养的部分 那我那个时候是抓得非常的严重 所以是其实有抓破皮 有留组织液 然后它就反复的结痂 然后又因为太痒了 所以就继续抓 然后又破皮 然后又结痂 所以那个时候 后来自己是选了 舒福特Citafol的乳霜 它有乳液跟乳霜 我自己是选了乳霜 我会挖一小团进去浴室里面 在我皮肤已经洗干净了之后 我就会把它擦在皮肤上 然后再痒的部分也比较加强一点 然后之后再用清水把它冲洗掉 然后就像刚才说的 不用冲洗得非常干净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自己觉得用了这个方法之后 痒痒的症状有减缓很多 我比较不会觉得那么的痒 然后要没有办法克制的去抓它 那因为比较没有在抓 那它痒的范围跟它的 像皮肤本身会起瘦或是红的 这个状况也慢慢来比较减缓了 那这个是除了说我们用中药的调理 或者是中医的方式 或者是比如说你外用紫云膏 去处理以外的一个 就是我们日常家居和保养的部分可以做的 那如果你想要用紫云膏的话 紫云膏建议就是说要厚涂要重复涂 所以你会痒痒的位置你要涂比较厚一点的 厚重一点的一层紫云膏抹上去 你用手指就是轻轻的先上一层之后 你再挖多一点点慢慢的把它涂抹上去 是可以达到厚涂的效果的 但是紫云膏要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它有紫草的成分 紫草的成分就是它的有效的可以佛血花衣 包含说伤口愈合或者是说抑制皮肤表面的一些不舒适 也不是说抑制啦 应该说因为它可以活落气血 所以它在皮肤表面上的一些问题 它都可以慢慢的帮你解决掉 但是紫草有这个功效之外 它还有它的颜色 就是它会赋予指云膏 它的一个紫紫红红的颜色 这个颜色如果沾到浅色的衣服 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容易清洗的物件的表面上 这个是很可能会造成染色的 所以在使用紫草膏的话 自己可能要留意这一点 那另外紫草膏厚擦之后 你在平常的比如说你日常生活的活动 或者说衣物的就是摩擦 它可能会变薄 所以比较重要就是除了厚涂之外 除了厚涂之外 除了厚涂之外 你还需要重复涂 然后大量的涂 这样子效果才会好 因为像中医或是中药 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缓和的 以调理身体为主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会比较建议说你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 然后你要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那效果才有可能会呈现 好那这样子分享的应该差不多了 那就像一开始说的 我们要先排除掉很可能是基因的问题 皮肤本身的病变 或者是说中医的内科还没有调理好 所造成的之外的这种皮肤的搔痒 然后可以帮助缓解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可以用乳液或乳霜在皮肤洗完 洗干净之后 还是湿润的状态 先把这个插上去 插上去了之后 停留10到15秒 你再用清水冲洗掉 没有冲洗掉 非常的干净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乳液或乳霜 本来就是你平常就可以用在皮肤上的 那如果你要用紫芸膏的话 切记一定要厚涂重复涂大量涂 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 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浅色的衣服 或者是不好清洗的表面遭到染色 好 希望这样子对大家有所帮助 然后也希望说皮肤搔痒的状况 是可以获得缓解